为了保证海军拥有绝对的海上通知力 美国现在马力全开 福特号二号舰才刚刚下水 又要准备再上马三艘福特号航母 还有多艘各类舰艇开舰 另外海军的六代机项目也在加速进行着 按照五角大楼制定的航空母舰换装计划 为了接替最早服役的几艘已经逐渐老化的尼米兹级航母 美国海军决定一口气再上马三艘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福特级航母 确保美国海军始终拥有10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以及快速组建10个航母战斗群的能力 除了这三艘航母以外 美国还要同时建造13艘各类核潜艇 以及13艘阿利伯克三级驱逐舰 肩负着美军新一代航母建设重任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在克服了诸多研制困难与生产难题后 已经具备了批量建造核动力航母的能力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在完成两艘同级别航母建造任务之后 将迅速按照美国海军部的具体建造要求 同时上马三艘福特级航母 计划在八年内 陆续将达到服役条件的三艘福特级交付给海军 目前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已经做好了所有开工准备 五角大楼划拨的2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 也已经基本到位 作为美国海军用来取代尼米兹级的新一代航母 尽管福特级与尼米兹级的船体和造型大致保持一致 但装备了多套先进技术系统 包括舰载电磁弹射系统 更加先进的阻拦装置 多波段雷达 重新设计的小型舰岛 以及新型核动力推进装饰等 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 福特级与尼米兹级相比 具备了更强打击力量 更高信息化程度 以及更先进的作战支援设备等 也正因为福特级使用了过多先进技术 导致首舰在服役后迟迟达不到部署要求 而且还经常发生事故 五角大楼甚至一度想废掉部分的舰载装置 比如电磁弹射装置 但在海军多位高管的坚持下 最终还是按照所有的设计要求 形成了战地 在上马的三艘福特级航母 除了保持所有配套设施以外 将全部搭载F-35C隐身舰载机 这与混搭超级大黄蜂的F-35的福特号相比 战力得到大大提升 将成为美国海军未来 不可或缺的主力作战舰艇 在舰载机方面 更是领先其他国家海军整整一代 毕竟还没几个国家装备五代隐身舰载机 至于英国这种装备F-35的海军 不还是从美国采购的战机吗 之所以会加速建造舰艇 还是因为眼下海军主力战舰不足 这个问题在几年前就已经暴露了 美国将全球分为了六大战区 在全球部署的前提下 每个战区都需要有一艘航母待命 但现役尼米兹级航母服役时间过长 维修升级已经成了大问题 这就导致其他航母 不得不调捕尼米兹级航母的空缺 进行超负荷运行 年初曾曝光的美军F-35B坠海时间 事实上 经过火力军了解 还真不是F-35B战机的问题 根本原因是搭载它的 卡尔文森号航母超负荷运行 在F-35B坠海时间发生前 卡尔文森号航母已经值勤了大半年时间 而舰载机起降又属于高强度任务 导致这艘航母早已不堪重负 这些因为航母超负荷运行发生的事故 进一步提醒美国 要加快航母更新换代的步伐 去年 福特号已经完成首次战斗部署 此次福特号作战部署共计53天 并在11月份返回了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 在此次作战部署中 福特号所搭载的第八舰载机连队 完成了多次实弹投射 反潜作战 反水面作战 以及综合防空等联合作战演习 共完成1250架次的飞行训练 投掷了78.3吨弹药 另外福特号还完成了13次行进间补给任务 福特号航母于今年3月开始的合成部队训练演习 是美国航母全面部署前的最后一道认证 旨在将航母打击群元素进行完全整合 福特号采用的双波段雷达 与电磁弹射系统等新技术 也将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全面测试 从而为肯尼迪号等后续舰提供训练标准 按照规划 福特号将在通过演习后 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全面部署 福特级从下水到服役时间 被严格控制在42个月内 从建造部署训练到大修的每一个时间节点 都有严格要求的 整个福特级的建造 按部就班的进行下去 福特级2号舰肯尼迪号航母 已经在2019年完成下水 目前正在接收西装工作 肯尼迪号造价预计130亿美元 由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集团建造 美军计划每隔36个月便开工建造一艘 在肯尼迪下水之后 福特级3号舰企业号也已开工建造 在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的造船厂船屋内 安放龙骨开始建造船体 按照美国海军公布的信息来看 企业号将在2025年11月下水 2028年3月正式服役 不过也有消息称 今年11月就要下水 2025年开始服役 虽然这两个数据相差比较大 但按照亨廷顿英格尔斯的工业建造水平 企业号想在今年下水 后年服役 并非完全办不到 尤其是在福特号 已经解决了电磁弹射 阻拦锁 以及升降机等问题之后 美国海军完全可以根据世界局势的发展 以及对战争爆发时间的预判 要求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提前交付这艘航母 不过2019年就下水的二号舰肯尼迪号 最近传出有可能延期交付 目的是将更多工作放在交付前的建造阶段 并且调整试航后可用性工作 当初计划在2022年交付 但当时美国海军计划 在肯尼迪号上进行双阶段交付 也就是由造船厂完成基本的简体 动力等大部分建造和测试后先行交付 这样的好处就是避免尼迪兹号退役之后的空窗期 但交付的肯尼迪号航母 虽然已经具备基本作战能力 但仍有很大一部分额外系统设备和相关能力 需要在交付之后再返回造船厂进行测试 调整以及修改升级 例如F35C的完整搭载使用能力 后来在2020年 美国海军发布了合同修改 将肯尼迪号的双阶段交付模式 修改回传统的单阶段 以便交付后可以更快的进入可用状态 根据这一修改 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在交付前额外的工作 包含了针对F35C舰载的修改 EASR双波段雷达等内容 所以肯尼迪号交付时间 推延到了2024年6月 但最近有消息指出 肯尼迪号航母将在2024年财年再次延迟交付 可能会延迟到2025年 这都是为了肯尼迪号在交付之后 能尽快形成战斗力 确保肯尼迪号做好部署到印太地区的准备 在福特级航母开始量产的同时 美军也延长了尼米兹级航母的退役时间 在福特级3号舰形成战斗力之后 才开始退役尼米兹级首舰 这样看来 美国将常年保持12艘10万吨级航母的规模 除了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外 美国还在大力发展闪电航母 目前美国海军现役7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 两艘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 今年还将下水第三艘美利坚级 预计将在2024年复役 这些两栖攻击舰的制海制空能力 并不比其他国家的航母差 比如美利坚级2号舰的迪波里号 能够搭载20架F-35B出港 甲板上排得满满的 最大搭载量是22架F-35B 这样的作战能力 已经基本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航母了 虽然从纸面数据来看 美国海军现役航母舰队 可以轻松搭载50多架舰载战斗机 而闪电航母最多只能搭载22架F-35B 垂直起降战机 但如果从造价的角度来看 闪电航母的整体使用成本更低 并且在实战中的适用范围更广 核动力航母拥有强大的海上航空作战能力 但却没有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 如果美军出动航母编队进行大规模作战 还需要出动数量庞大的两栖舰船 来运送海军陆战队或陆军 这些两栖舰艇航速缓慢 目标很容易成为各种远程反舰火力的靶子 而闪电航母就不一样了 本身就是以美军现役两栖攻击舰为基础升级而来 在携带F35B战机的同时 美军还能直接在闪电航母上搭载海军陆战队 或其他地面作战部队 兼顾海空作战与两栖作战的需求 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采购的F35B数量为353架 已经服役了60架左右 等到2025年将会交付一半以上的F35B 按照每艘两栖攻击舰20到22架的搭载数量 预计可以装备10艘两栖攻击舰 在制海制空作战中 等于美军又凭空多出10艘航母 再加上核动力航母 美国航母数量甚至可以达到20艘以上 这种战力完全能够碾压任何一个国家 美国海军希望不断完善的分布式作战理念 能够将海军陆战队的海上远征2030计划 与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计划结合在一起 由海军的各种无人战舰执行反舰 护航以及反潜等作战任务 然后海军的核动力航母 闪电航母与两栖作战舰艇 携带海军陆战队展开作战 不过闪电航母还是存在一些缺陷 与装备弹射器的航空母舰相比 闪电航母无法投放多架舰责阿吉 只能一架一架的起飞F35B 舰载机出动架次率比不上常规的舰队航母 根据美军公布的数据显示 除去那些即将退役的舰艇 到2030年 美国新一轮航空母舰建造结束之前 海军需要维持500艘主力舰艇的规模 但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 未来几年还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变数 届时 美国或许还会增加军舰与航母的数量 在大力发展航母的同时 海军的六代机项目也在加速进行 从美国海军的发展历程来看 海军舰载机技术级别与空军几乎是一样的 海军装备F14后 空军就有了F15 在空军刚装备F16后 海军也有了F18 但在空军装备F22后 海军却过了10年才开始装备F35B和F35C 并且数量上也比空军的F22 F35A少得多 这就意味着目前的海军在战机方面是落后于空军的 想要继续与空军一起对其他国家保持优势 那海军就只能在下一代战机项目上努力了 为了这个项目 海军甚至在军费预算中 对研发下一代战机的相关资金进行了保密 这已经是海军连续两个预算周期对六代机投资保密了 这在火力军看来有些不同寻常 毕竟美国许多先进装备 在亮相之前都会透露一些消息 以便打击一下其他国家 但当美国开始保密的时候 那就说明这个项目极其重要 由此可以感受出 美国海军对自己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寄予了厚望 另外这个项目将由海军自己推进 和空军不是一个项目 美国各兵种之间不再选择联合项目 这都是因为F35项目的影响 当初启动GSF项目的时候 美国还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多群种联合开发一款战斗机 比各自研发明显降低研发费用 并且三种机型通用性高达70% 但后来美军才明白 想一击三吃 结果谁都不满意 最终结果就是美国国防部妥协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最终通用性泡汤 F35三种型号的零件通用比例 仅仅有20% 对于三军后勤零件相互借用来说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空军和海军 在六代机上的第一个共识 就是各干各的 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 两个军种的NJAD系统促 存在显著区别 不过很多机载任务系统 将很可能相似 且都采用开放任务架构 海军也对自己下一代战机 提出了强制优困 为了保持航母在假想敌的反舰导弹 打击范围之外 下一代战机的航程需要大幅提升 从F35的1296公里作战半径 提升到1852公里 这是海军认为 假想敌的反舰导弹极限射程 如果再搭配上空中加油机的话 这个作战半径还将进一步提升 而在作战系统与航电系统方面 就更不必多说了 这本就是美国的强项 海军的六代机项目 从设计开始就融入了数字化工程体系 虽然美国各兵种对F35的机体都不满意 但对其强大的开放架构可远程升级 可互联的航电系统还是非常认可的 另外海军还计划研发无人版本的六代机 今年洛克希德公司宣布 一名AI飞行员成功操纵X-62A V-STA技术验证机超过17个小时 这就意味着AI操纵飞机的时代已经来了 对于六代机 目前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技术标准 不过各国公认 它将是一架高隐身 高度信息化和高机动战斗机 配备高能武器 相较于五代机 第六代战机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 再次起降将会产生海量信息 人类飞行员已经不能适应这样高强度作战 因此空战自主化 智能化已经成为研究热点 美国海军就计划通过有人战机与无人战机合作 形成一系列作战系统 来实现海军的作战需求 这里所说的是整个海军连队 而并非单独的战斗机连队 未来海军的加油机 预警机 中程尿机 反潜机 以及直升机等 都有可能采用无人飞机 甚至作战飞机也有可能是无人机的 美国海军希望下一代战机在30年代服役 正是超级大黄蜂系列准备退役的时间 刚好可以接替超级大黄蜂退役的缺口 未来还可以与F35C形成高低搭配 毫无疑问 美国海军将在2030年之前大幅提升作战实力 包括福特级航母的列装 闪电航母的部署 以及海军六代机的首飞 服役等 你们觉得 在2030年之前 会不会有国家可以赶上美国脚步 美军在2030年之后又该怎么发展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好了 ゆー 谢谢大家